下面是谋偏布局预心机宁兴修丽开心局的系列报道 位于荔湾区大坦沙岛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中心 是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重点工程 计划在今年6月底建成 郑翰京报道 广州呼吸中心工程总投资超过26亿元 总建筑面积21万多平方米 预计设置床位1200张 工程的外墙施工已经全部完成 内部机电装修完成了9成以上 所以这一年的季度非常快 那么按这个整个计划的话 今年7月1号交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整体里边这种设备 还有我们的人员的准备等情况 估计是在交给我们的三个月内 我们会陆陆续续去完善所有的一个科室的配备和这个搬迁工作 广一医院的呼吸学科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 目前拥有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多个重点平台 广州呼吸中心将作为国家实验室的临床研究基地 未来广一医院将在广州呼吸中心打造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的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和研究中心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也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呼吸医学中心 在国际领域发挥更加深远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 所以未来我们这栋楼定位是 一个是呼吸系统的这种疾病这种 微重和依赖疾病的这种诊治中心 第二个由这里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们有这个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这种研究中心 由于作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肯定会引领这个呼吸学科要做人才培养 所以我们也还有一个定位就是 呼吸疾病房这种教学和人才培养中心 由于整个有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 所以我们要有产学研的 所以要有成果转化中心 依托广州呼吸中心的科研技术优势 十四五期间广州将在大坦沙岛 推动医药健康产业急剧发展 高标准高质量打造国际健康生态岛和花园城市 广州电视记者郑翰京的报道